哈囉大家好,我是菲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看過山難片 我最近在看一部叫做鬼山的電影的時候 對於其中遇難的人們感到非常好奇 這部電影是改編自一個真實實驗叫做烏拉爾山難 在其中的遇難者都是死在零下幾十度的山上 但在被搜救人員發現時 他們山上都是有穿一件薄薄的襯衫 然後鞋子跟襪子都沒有穿 彷彿就是熱到受不了把全身的衣服都脫掉一樣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在我查閱了大量資料 還有看完了這起山難的官方報告之後 我整理出了兩個可能的原因來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個原因是 人在低溫的環境待久之後 皮膚會逐漸的凍傷 那寒冷神經也會因為麻痹而失去作用 從偵察圖就可以看到 痛覺跟熱覺神經是比寒冷神經還要再更深層的 所以在寒冷神經麻痹時 你的痛覺跟熱覺神經是還在運作的 相信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 在寒流來說 可能我手已經凍僵了都已經沒什麼知覺 但是一碰到東西 可能開個門弄一下 你就瞬間覺得刺痛 那就雖然你的寒冷神經失效了 但是你的痛覺神經還沒有失效才會有這種狀況 而在零下的環境 你手是會嚴重的凍傷的 大面積凍傷時的刺動感會遠大過於寒冷的感覺 此時身體會開始出現炎性反應 開始大量產生能量來進行修補 所以患者就會開始以為自己的刺痛感是炎熱所產生的 他們就會覺得 喔好熱喔 他就會想要把衣服脫掉 這時候他們就會開始瘋狂的運動 來提升他們的體溫 加溫後你身體開始慢慢暖起來 可是那時候你的寒冷神經 早就因為你凍傷的緣故 可能就已經毀損了差不多 也差不多都失去效用了 所以全身就只要熱感 只是他熱感會造成什麼狀況呢 就是你開始覺得全身開始發熱 原本想說我在寒冷的情況下 我一直運動 一直運動應該就好了 沒想到到時候反而變成太熱了 而且在寒冷神經差不多毀損的情況下 他們也無法發現他們自己的皮膚已經差不多了 都受不了了 他們是完全感覺不到 也就出現了我們剛才上面講到的悲劇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關於大腦的部分 大腦消失都負責保持身體恆常性 控制自主神經系統還有感情等相關功能 在下世秋中的試前河以及前河 負責了體溫調節功能 那假如你因為寒冷而失常 就可能發生完全相反的信號 讓身體誤以為很熱 更可能因此喪失了理智 以及基本的行為邏輯思考 除了前面提到烏拉海山難症 在台灣也有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像是在2016年的元代 就有一位31歲的流星超跑選手 他獨自申請進入嘉明湖 但沒有在原定計劃三日後下山 在他去的那幾天 嘉明湖濃霧籠罩 溫度在攝氏零下10度左右 台中線消防區就動員去嘉明湖畔尋找 可是都沒有找到他 在1月7日國軍直升機在嘉明湖畔 但受訓時 在停機坪部遠處才發現流南遺體 在被發現時 他的面部是朝下趴著 而且沒有穿衣服的 身上衣服還有背包都是沿路散落 因此這個事件也被稱作是 嘉明湖山難事件 許多人都會想要挑戰自己 或是見識一下大自然的美景 但其各位在欣賞美景的同時 也要注意一下隱藏在深處的殺雞 在前往時請做好充足的準備 不要讓自己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之後你想後悔就來不及了 好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拜拜